來到CFA指揮室的節目時間 直播室裏面有朱子超 亦都有拍檔介紹我們的拍檔機器 就是香港特許金融分析師學會 今天很高興 有他們組織的學會秘書 以及執行董事李智恩 Janet 也是CFA直播室裏面 亦都有兩位嘉賓 稍後再介紹 Janet 今集我們Control Room 講灣區 亦持續過去幾集 我們又講GBA不同的層面 今次的主題 就講回中國內地是否適合投資 這個環境是怎樣去看 作為你們投資人 基金經理又會怎樣去看 學會有沒有什麼程度 可以分享一下 首先朱子超你好 很高興再合作 這個題目當然是很熱門 無論是大灣區 中國內地投資 跨境投資 這些 學會 因為我們的Member 主要是金融的從業員 大家都是受到金融上的專業培訓 很多都是會看基本面 看增長潛力 對不同的資產類別都是 當然高的時候有高的時候的投資方法 低的時候也有低的時候買的機會 所以總括來說都是適時 然後制定你的投資策略 也都是可以度過了無論在市場高高低低的情況 你一定會有自己見解 你也是業內人士 我知道你今天帶了兩位都是業內的精英 跟我們一起聊天 是啊 我們今天很高興有兩位的嘉賓 來到我們CFA的指揮室 我先介紹女士 有東英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高級副總裁 投資者關係部主管 吳山小姐Aaron Wu 另一位呢 就是第一北京投資董事總經理 黃宗孝先生Thomas Wong 兩位 我們也展開我們聊天的話題 大體上 今年似乎是一個逆後復常 大家有期望 充滿盼望 但是環顧世界經濟局面都不斷改變 數據層面 各與各之間的關係 甚至乎我們中國內地的經濟增速 都有挑戰 不同的指標 亦都是見到有下行的周期出現了 投資界現在有個說法 我也不知道是否正確 就是說當投資中國內地市場的時候 他們的觀點是什麼呢 只有三個英文字母 ABC 問是什麼呢 它是Anything but China的看法 藍芝兩位 尤其是Irwin先問你 它的看法會是怎樣呢 其實Anything but China 原因是因為 其實China本身 是一個第二大的經濟體 其實是不可以不做投資的一個市場 基本上 現在其實我們本身在香港這邊 見的投資者 很多時候是一些 Global Offshore的投資者 他們投資China 是類似一個 Allocation的一個配置的一個角度 Allocation 他就會看 在家裡 譬如說他的Benchmark是MSCI 其實要看回China 在MSCI的權重是多少 相對應 在China related的一些 他的投資 比重都是差不多 都要跟回 基本上很多時候 配置類型的投資者 都會是這樣想的 所以其實ABC 我覺得是一個 隨著 雖然會有周期 但是這個 投資的配置 是不會變的 大的方向 當然其實今年 其實過去三年 疫情的情況 是令到中國市場 或者是Global Market 其實都會挑戰的 這個是真的 那今年年頭 其實大家可能的 expectation 就是覺得是會有rebound 和rebound會多些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 可能第三個的rebound 反而會好些 大家現在的信心 都是會多了些 所以我們覺得 其實慢慢 可能政府 policy都好 或者經濟本身的一個rebound的情況 會令到投資的信心 會越來越多回來 或者我再補充一點 其實ABC Anything but China 其實中間 主要是有一個 很大的政治因素在 其實當然 投資這件事 是你有風險 你才有回報 其實如果你可以說 不要太過重視 這個政治上的風險 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 那我們不如就zoom in一下 看看國內市場 我剛剛自己前兩個星期 都去了北京 比起可能十年八年前去 那個氣氛就有一定的差距 其實2023年 都是中國內地市場困難的一年 很多投資者 都蒙受了不同程度的損失 氣氛低迷 大家都感受到 其實在這個環境之下 我想請問一下Thomas 在這個投資基本面上 其實在你角度還有沒有機會呢 假設有的話 你覺得是什麼樣的機會呢 多謝這個問題 或者我由三個角度去講 首先就是一個日常需要的渠道 銷售渠道 就是這個電商 大家都知道現在中國人在國內買東西 其實都一般都是用阿里巴巴 或者拼多多這些渠道去買東西 其實電商其實是不論如何都會 其實在內地有一個非常大的角色 但是當然 短期內 假如真的是這個消費降級持續的話 當然 譬如有些電商好像拼多多 它是比較重視一些比較廉價的產品 這些公司其實他們都會持續有增長 因為更加多人需要去買 比較便宜一些的日常用品 這些公司其實都會有機會 這個就是日常用品的角度去看 就是必需品 或者第二個角度去看 就是一些奢侈或者生活上的需求 其實現在經濟比較差 大家都知道 其實雖然經濟整體來說是差的 但是也有些類別的行業是有些亮點的 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咖啡 大家都知道 可能中國其實一向都沒有喝咖啡的文化 對比起美國來說 其實這個 這個叫做Penetration Rate 其實只是去到百分之十 相比起日本就可能百分之十八左右 所以其實這個咖啡行業 在這兩三年就特別是增長得很快的 那或者一會兒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案例 其實這個行業都有很多高速增長的公司 一會兒我會說一個公司 是上年去的收入是升了百分之六十六的 今年都應該預計會升百分之五十的 所以雖然整體經濟 可能你說今年說補不補到五呢 其實有些公司是可能增長百分之四十五十六十的 那咖啡就是一個行業 那第三個角度就是講房地產 那大家都知道 國內房地產是一個非常 經歷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那但是即使行業挑戰大 不代表是沒有投資機會的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中國人是喜歡買新樓的 他們是不喜歡買舊樓 那中國十幾億人口這麼龐大 但是沒有可能是不會買樓的 只不過問題是 你買樓的話 你是跟誰買呢 因為中國人最怕是 我現在給了訂購 給了整筆帳 那但是譬如說兩三年後 發展商還會不會在呢 還是只剩下爛尾樓呢 那所以呢 最緊要就是選一些 譬如說國企是真的有實力的 它的資金流動是充足的 那如果你找到這些類型的公司 其實它會將市場份額拿回來的 那所以雖然整個行業 是未必是增長 那但是都會有些公司 是在市場份額那裏 拿得足夠回來 而可以未補到它 那個行業的挑戰 那所以這些都是一些投資機會來的 那好吧 講到這裏呢 不如我們先休息一會 那回來繼續演奏我們的話題 休息回來之後 繼續是CFA指揮室 直播室有嘉賓主持 李子欣Janet 也有兩位嘉賓 吳山Erwin 和王中孝Thomas 也展開我們關於中國投資環境的話題 那我也都問了Erwin 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 中國經濟走內循環 甚至乎雙循環 推動回內需和科技的發展 令到國際投資者都看到 中國經濟一些硬實力也好 軟實力也好 都呈現了出來 我想問一下你的觀點 現在在內地 全世界加息的環境下 還有減息的空間 中國的經濟環境還有什麼趨化劑 可以吸引到國際投資者呢 我覺得其實那些趨化劑 可能更加多 是我這邊看的層面 在那個政策方面的 尤其是金融政策方面的一些推動 因為其實國家是希望 我感覺到是希望 越來越多的國際投資者 是可以在中國市場做投資的 所以其實它在2021年的時候 就推出了 有一個叫QFEE的一個regime QFEE是Qualified Foreign Investor 一個regime 就是鼓勵大家可以 只要去申請QFEE 就是任何一間香港的資本公司 或者Global其他地方的資本公司 都可以申請這個qualification 然後它在頭的範圍 就不止在Stock Connect下面的範圍 它可以包括了 可能就是原本都有的Fixed Income 即那些債券 接著還有一些商品的啟貨 接著有些Divertive的那些 就是Ownshow都可以做到的 它要做這件事的目標 是希望可以鼓勵 越來越多的國際投資者 是可以投到中國的市場 那那個市場方面的 可以投資的那些金融的instrument 就不限的 就是越來越多給你去參與 接著其實我覺得 其實所有的policy都希望 可以金融支持到那個經濟的發展 所以國家都是希望 原來你可以投的沒有問題 但是希望你都可以 identify到那些好的公司 上市公司 接著你可以把那些資金 真的給了那些公司 接著人家可以再去grow 所以其實這一方面 都是一個大的方向 同時另一方面 就是越來越多的 譬如香港公司都好 或者類似那些 我們叫做私募基金 或者是Mutual Fund 公募基金那些公司 那些公司 其實整個AOM size 就大概都是 大概都是 總共來說 應該是40萬億人民幣 左右的size 現在那個size 還在增加著 因為很多投資者 個人投資者 現在就會把那些錢 放回 真是放回 一些asset management company 管理的那些產品上面 那些投資的團隊 專業人士 他可以真是看到 好的公司 把那些錢放回去 接著再幫那些公司 是精準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就是 其實在政策方面 你看到 真的有些新的東西 推出來給大家去參與 都很正面 有這麼多這些政策 吹發劑來招攬 一些國際的投資者 我也想問一下兩位 Thomas和Aaron 可能請Thomas分享 你們都經常出國露營 去見一些海外投資者 那你們見到他們的時候 他們對中國內地投資的取態是怎樣呢 也都譬如說 你見到美國的投資者 在歐洲 或者現在最熱門的中東等等 這些不同地方的投資者 他們對中國內地投資 有沒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呢 請Thomas分享一下 其實中東的政策 跟大陸是差不多的 或者比較了解大陸政府的運作 整體來說 中東的投資者 在這段時間 都是持續在中國有投資的 甚至乎他們很多 都會覺得是一個好機會的 那歐洲呢 就比較理想化啦 那些人 可能他們 怎樣說呢 他們會同意是有一個投資機會 但是他們覺得可能 譬如說中國 站出來說說 俄烏戰爭是不對的 那麼在這個角度 他們未必會說 那麼考慮中國 這段時間 那麼美國當然 就有很多政治因素 但是不代表是沒有人投資的 Aaron呢 你的observation是怎樣 是的 剛才都是有說到QFID那樣東西 我們今年都是希望可以 用QFID這個regime去推中國 因為QFID的意思是 你要有一個中國市場的 一個market access 不只是股票 那麼我們現在做的一些 是類似一個multi strategy的 就是underQFID的一個design 那就是鼓勵那些投資者去 用QFID去投回中國的那些好的資產 所以其實這些呢 就是我覺得是 at the end of the day 投資的話 大家是希望有一個好的回報 我們說rease return 就是那個profile 那如果那個return呢 他要分析到他的requirements 跟著rease呢 他要覺得其實manage到的話 其實對於那些allocator來講 其實是一個好的option 所以當然是有時候 你那些policy的東西 你是避免不到的 那當然有些人是會選 就是他自己會有些 可能stereotype 就是會心想 就是自己會想一些東西的 但是都是有些人 是以投資為目標去做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中國市場是可以投資的 嗯嗯 那我真的都聽了你這樣說 都很鼓舞 就是你親身去跟那些投資者 你們有見面 他們交流 那或者也是問兩位 就是 講到其實他們都對內地投資 是有興趣 那在現在宏觀環境之下 問一問Aaron 你覺得那個strategy 應該是怎樣部署呢 嗯 因為strategy呢 其實在hedge fund這個space 是非常diversified的 那如果在香港本身來說 應該SFC是大概50%左右 是equity為主的資管公司 其他就是比較分散 什麼都有的 那類地都是差不多 那但是現在就是 你是可以找到 譬如說 equity loan show 或者是quant strategy 那類地都會quant下面 還是有選 是投股票的 或者是投 community futures 是很多東西可以選的 那對於投資者來說 其實很多時候他們希望 真是找到一些很好的team 非常之professional的 然後很dedicated 就是他做這個strategy 他就是專門做這件事 他不會做其他 他不是很知道怎樣做的事 就是他明白自己本身的 就是contractive edge在哪裏 那通常在這個方向來說 就是那個team是好的 然後strategy是有trary call夠長的 那大家就會去看 所以現在其實我覺得 中國有包括香港 其實有非常好 很多很好的投資團隊 都是可以看的 那Thomas呢 我都知道 你們會看多一些板塊 或者一些類型的公司 那你們現在看好 哪一些這些板塊 或者類型的公司呢 那剛才我都提了 有三個行業 譬如說房地產 電商和咖啡 那我或者那三個行業 再選兩個例子出來 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第一個就是房地產 那剛才也提過 其實可能整個行業是有挑戰的 那但是呢 都有一些國企呢 好像我們自己有頭的一隻叫做建法 那這間公司其實是國企來的 但是它是一個 它的管理階層都有股份的在公司 那所以他們都是有些激勵是做好公司的管理的 還有他們和股東的利益是比較一致的 那這間公司呢 其實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是一個 那這間公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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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 如果說看前12至18個月呢 其實呢 很多發展商它是不會有新地去起新的 那 那 那好像建法這樣的發展商呢 就會是其中比較少有的的例子 那所以剛才說過 可能整個行業萎縮 但是 建法呢 就會是 可以搶到其他發展商的市場份額 那所以都會有一個非常好的前途 那很快講多一個例子 咖啡呢 咖啡呢 行業現在排第一的就是瑞幸 那其實瑞幸已經在中國有11000間店 那其實這個增長都是持續增長的 那其實這個行業最近是有個價格戰的 那其實這個價格戰呢 就差不多了 那其實這間公司它的增長率都非常之高的 那 那 最後呢 再一點總結啦 聽到中國市場呢 就都是一個合適投資的地方 那但是我也想問一問兩位 就是簡約一些 那還有些什麼挑戰呢 那可以Erin說先呢 挑戰的話就是 其實主要我覺得都是一些 跟政治有關係的東西 所以就令到一些投資者可能本身有興趣 然後會好一好 還有呢 現在就是 我覺得環球媒體方面 其實對於中國都是有一些 就是它的立場都不是很中立 其實有時候 所以會令到他們有投資 如果你的投資者 如果你的投資者不去到中國來地去看 那你感覺不到的 你感覺不到的時候 你就很難去到一個比較好的judgment 很多時候是這樣 但是我們本身見到 有些真的long term投資者的話 譬如說 今年年中的時候 都有些人會travel 在美國那邊去到中國去 就是親身去跟manager聊一聊 就是on the ground 大家是怎麼想的 是都有的 那看看Thomas的看法了 是啊 其實呢 中國整體來說 經濟雖然是有挑戰的 但是譬如說股票市場來講 就是由一個PE的角度去看 其實是差不多十幾年的低位 那當然你可以說增長率就未必那麼高 但是剛才都分享過個別是有些機會的 有些公司的增長率仍然是保持在百分之三十以上的 那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就是 採取一個比較正面的態度 很好 那兩位都多謝你的分享 再次多謝麗麗林 也都Janet很高興 今集可以探討中國內地的投資機會 那下次再談 好 多謝朱志超 下次再見